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超哥 今天的超哥论推墙节目呢 我要给大家讲一个非常耸人听我的故事 当然这个故事已经是乘风往事了 如今呢再翻出来 恐怕它有一定的意义在 那么这件事就是2007年 十多年前了 上海发生了杨家杀警案 杨家呢他是一个 当时报道中杨家是一个 当时在骑车的过程中被警方扣留 然后警方要求他拿出这辆骑车的车牌照 因为他当时骑着一辆自行车没有牌照 那么杨家最不配合警方警察了 于是呢警方就把他押回了看守所进行审问 之后呢杨家放出来以后呢 对警方那天对他那种暴力的审问呢 有种心存不满 几天后呢就用刀捅死了五个警察 那么这件事情呢当时媒体呢一边倒的就是站在警方一边 要说警方呢五个死的人是英雄 那么事实上呢 这件事情在十年之内呢都已经过去了 就在这两天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情 网上流传出一个视频 一个男的面容扣死杨家 坐在一个一个椅子上 看守所的椅子上 双手被捆绑 下半身裸露 一个警察拿着高腰电棍去垫他的生殖器 垫到生殖器那一瞬间 那杨家大声的身影 痛哭 这种感觉 这种事情谁能做出来 我不敢相信 然后这个视频流传以后呢 网上已经鉴定出这个人的面貌 他就是杨家 杨家的面貌 那么终于有内幕爆出来了 杨家为什么会杀死五个警察 原来是这样一回事 当天下午啊 杨家在骑车 路过上海 眨北区某路口的时候的 受到一个警方的拦截 问他要 你这个自行车为什么没有挂牌照 因为上海当时 要求自行车挂牌照 那么杨家作为一个外地物供人员 他没有挂牌照也是正常的 因为他们为了生火奔波嘛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个 你警方好好去教育他们就行了 下次让他补上去 但是警方就 看到杨家拿不住车牌照呢 就对他全身进去搜查 然后杨家呢 觉得非常愤慨 引来路人的围观 路人疯疯站在杨家这边 说警方你这个执法是暴力的 蛮横的 结果怎么办呢 结果警方呢 在看到这么多人来的呢 就二话不说 先把杨家押回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那里呢 警方要问杨家 调查户口了 问他在上海干什么来的 是吧 为什么这辆自行车没有牌照 是偷来的还是自己买来的 那我们知道 共产党他最喜欢宅账别人 看看你没车牌 他就说他是偷来的 于是这个自行车要没收 那杨家拒不承认呢 对吧 我怎么自行车 我明明是我买的 那你为什么要扣留我自行车呢 警方说 那你要证明你自行车是你买的 你拿出发票来啊 杨家当然拿不出发票了 自行车买完有没有发票就扔掉了呢 那于是警方就怎么办 就想到了这个 我们不会想到这个酷刑 去刑讯逼宫 说这个自行车是不是偷来的 让他下半身裸露 又高压电过电这个生殖器 但是这么一电 这个杨家再也没有了生育能力 在放出看守所以后 他发现他的下身呢 就不能勃起 然后也上厕所 杀尿啊 排尿都受到影响 当时这个杨家 他是怎样一个人呢 没有结婚 没有女朋友 他的未来人生还很长 更不用说有没有孩子 对于一个这样的年轻人来说 他能接受吗 很明显 他父母就要求这个警方进行赔偿 那警方怎么说呢 不用赔 这不是我的责任 我不知道 于是那个父母 他们父母就闹到警局去了 但是上海警方给出的结论 就是赔他两千块钱 终身残疾 就赔两千块钱 杨家能受得了吗 作为这样一个结局 之后就警方一直控制他 打压杨家 看他继续要上网 就打压他 监控他 作为血气方光的一个青年 他实在没有办法了 于是就拿着刀 统向了派出所的这五个警察 换来了 用五个人的生命 换来了他 一个生殖器 可以这么说 这五个警察是最有应得 但是 真正最有应得的 更最有应得的是 中共这个体制 这个体制可以把人 变成了一个魔兽 他人自力失去灵魂 居然用这样的酷刑 折磨 一个仅仅犯了 没车牌照 甚至连犯法都算不算的 一个普通的外来务工者 那么上海的警察 你做的这些行为 你配得上 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称号吗 这就是杨家案的真相 可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杨家案是怎么发生的 因为杨家他就是个偏执狂 他就是要杀警察 那么这只是中共 所有作恶当中的 一小小成分 中共他做的恶 实在太多了 他讲也讲不完 但是 他总有一天会被人民清算 这一天 很有可能在2018 或者2019年 正是因为川普总统 会对他发起贸易战 在中共这种 对内人民极力洗脑 言论控制 老百姓已经不知是非的情况下 老百姓只有 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失了 他才会站起来 什么叫自己利益损失的 通过贸易战 进行发动 导致大量的失业 倒闭 经济崩溃 物价飞涨 这样的老百姓 才会团结起来 维护自己的利益 就像这几天的老兵的抗议一样 他们要吃饭 他们要生存 那么这样 老百姓才会上街 那么这一天 很快会到来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今天的节目 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